张叔 我就是感觉有点冷 你有没有 感觉到你的背后发凉啊 叔 你看啊 谁 落水无伤 这个案子由我负责 见阳府新任补宽 送辞 尸体无头 尸体的僵硬程度来判断 坐在 指甲断裂 手指间磋伤 死前有过痛苦和征扎 这件案子一定是人为的 我和李子方 从来不信什么鬼神学说 只是这个凶手比较高明 他布了个迷局 而我 还在这迷局的后面 若燕服毒 用银钗造脚水写洗过 探入死人喉内 以纸蜜蜂凉酒取出 做青黑色 这银针没有变色 死者生前 没有中毒的现象 丑短 这一定是在藏什么东西 这是十年前跳霞水案自尽的 于扶瑶姑娘的随身预备 于扶瑶 对 她是田园外卫国门的小妾 但出嫁那天 于扶瑶偷了家 据说她死后化成了利物 别撤我 很多人在霞水看到过的红衣女鬼 就是于扶瑶 我 这一定滚 鬼 这满地的血 尸体的 这几起案子 跟于富瑶的冤魂 没有关系 这些案子 都是有人干的 这个凶手 很少有朋友 沉默寡言 基本长时间 都是在独处的状态 不喜欢待在 幽闭的环境里 喜欢野外露天 有自残的情效 等你找到 真正的凶手之后 就会知道 我所说的一切 是真是假了 这里是一百两 宋慈啊 放弃案子吧 我确实很需要钱 但这件事 不是银子的事情 而是还要还 死者一个公道 这个世界上 杀人者还少吗 杀人者高居庙堂的 也不少啊 在我的认知里面 凶手杀了人就要服法 我就认这个死理 不死 不死 祖宗献灵 菩萨保佑 你没死 我们宋家有后了 姐头 他他他 杀狗杀狗杀狗 我就太高兴了 没事吧 对了姐 那案子怎么样了 你怎么一醒来 就问案子的事啊 二打一 有没有受损 放开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能不能别再度管闲事 姑娘 别怕 我劝你别度管闲事 你 我不怕你啊 我还要兄弟呢 子方 来了 这位大兄弟 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可是两个人 光天化日之下 有什么话要说啊 是不是 瓶子碎了之后 才会取消啊 是啊 是的话 那就有点尴尬啊 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我们的假使者桑家尔 明天就会入住驿站 很好 接下来 我们就是等 宴回城会有一场好戏 而我们 就是这场戏最大的赢家 李渊治将军死的时候 是不是正坐在椅子上 倚着手夹着自己的头颅 正是 你没听说过 金国秦国师 我暗眼目的诅咒吗 玩炎目诅咒 将军 这些好像不是人 什么 那是穿着盔袖 和士兵衣服的裤裤 而更为奇怪的是 粮车着火 没有人电 所有的粮食却突然吵了 都说是 阴兵解离 那为什么此案 没人调查 这怎么查 谁敢查 魏大人 我今天来 也是为了此事 这里的事情 能不能让我兄弟来查 他叫宋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